这照片看它这个细节 这个质地是偏黄的 甜黄差不定 但这我感觉的 因为它这个里面杂质太多 就是我们叫萝卜斯文太多了 这个一般是这种状况比较多 一般就是在这个瘦山石里面 就是绝迹红高扇 这个跟甜黄类似 但比甜黄可能要软一点 但这个它里面萝卜斯文特别丰富 首先这个是应该是 也瘦山石那种 跟甜黄有点区别 其次它这印章的印面 写着这个 就是复插复衡 顿手 这应该是就是什么 是写信的时候盖在后面 一般的写顿手 一般都是直接写不那么盖 这个它是弄一个 就是这个 我觉得有点添读 花车添读 因为从这照片上看 它刻章刻的还是比较规矩 包括它这个 找这个历史人物 都是找的比较好 这个要对的话 这个价值比较高 照片看着 我看着是应该有问题 从刻的方法 还有它这个刀法上来讲 有点区别 刻的不是特别好 今次看它那包装 哎呀 这盒 这盒呢 一般清碗系比较多 但不是割印章的 这个布面材质 在老子不能用 这一看就是 现在的这个布的布面 上面盖的印章 这是故意做的 里面包括这个 这个这个券上面 我觉得都是都是 都是新做的盒 如其老子 一般是这种愁的 不用这个灰布 灰青布这样 做这个东西 所以整体呢 我觉得是一个 做的比较好的一个东西 可能很有欺骗性 价钱便宜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